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餐了 是不是有声有色呢? 吃下脂肪入口即化 底层的瘦肉也不粗糙 味道咸中大甜又有酒香 好想说这是我的拿手小菜 但实情是一切都是现成的 我正是负责加热同点火 由东波肉开始 陆续发现这个外卖送包网站水准不错 鸭舌大大条 吃下醉辣爽 慢煮牛舌松化入味 这么高水准 以为有大厨坐镇 想不到美美背后 工厂只得三四百尺 连老板在内 只得三四个人工作 更离奇的是 没有一个是专业厨师 其实一直都喜欢做饮食方面 我之前自己开过餐厅 也做过一些不同的媒体 一些饮食的项目 其实在这个career path 你去到某一些位置 你会觉得我可以再做些什么呢 仓业继续做 都想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觉得不如就试一试吧 因为如果我再老一点 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气力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的意志力依然是很强劲的 但有时你觉得你的体力 是比你自己的意志力的 Angela 是一个很有饮食态度的人 可以说是一支定海神针 为美美设下标准 筛选用料和把关 冻播肉用西班牙栗字猪 没有猪酥味 我们做这个蒸肉饼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一个西班牙的 猪前腿的猪梅肉 是带有少少爽滑的 特别有口感 注重食材 亦重视手工 我们的菜式是叫做003桑拿肉饼 003代表了3mm的一个猪肉粒 再加上一些肥的猪肉粒 吃出来的口感是很丰富 很有层次的 牛饼和肉饼都坚持手剁 欣赏手剁肉饼 除了保留肉的纤维和弹性 有时会吃到小小粒的猪肉 牛饼又会有油脂在口中爆开 油香四散 其实我们是一间小小的食品工厂 我们可以做到的 和一些大型的公司不同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手工 亦希望我们自己的品牌 和其他公司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种对饮食的热爱和讲究 可以说传承自渠的家庭 以前一辈的女士 都是比较懂得吃的 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扎实的手工菜 我的妈妈也会说 鸡要不知怎样怎样选择 我妈会为了一枝豉油 她会乘一小时去买一枝豉油 现在就叫做讲究 其实以前就觉得 我们是这样做的 这种身价就好像奥运圣伙伙伙伴 一个传一个 其中影响她最深的就是她妈妈 那时候我很喜欢煮一些小食给她们吃 譬如说 学别人做一些烤鱼 她不知道日记 或还写什么 她都会写 说 妈妈我们放学回来 她就有很多东西给我们吃 其中一样Angela念念不忘 甚至曾想假饭售的 就是豉油鸡 这个就是我家独家的一个自由鸡 我妈做的方法 是可以令到一只鸡 本身是带鲜甜的味道 而且它是很嫩滑的 即是连鸡胸的位置也是很嫩滑的 而且我妈妈教过我 我自己做一次 我的家人一吃就吃得出 不是我妈妈吃的 先老抽 先让它上色 它有少少上色之后 我们就要加些生抽 它才有鲜味 我妈很坚持 她一定要用一个牌子的老抽 色不一样 大家留意 以下就是圆妈妈的独门秘方 除了盖盖的时候 就不停滚完再滚 要吃东西就不怕累 用心机去做东西一定好 大腿那里就难熟 因为厚肉 所以就会滚到那边多些 你又要淋下鸡翼 鸡翼它不是那么上色 你想它漂亮就是这样 人都要化妆 有个客人 应该在我们的Facebook看到 有这个菜 但其实这个菜 因为每次都要我妈妈煮 所以我就已经下架了 然后她说我真的很想吃这个 我就叫我妈妈煮 然后她试过一次之后 她说阿姨手势很好 虽然豉油鸡已经下架 但其他菜式也秉承了这种心机 其实我觉得咕噜肉的甜酸汁是灵魂 我们做这些酱汁 其实很少会放很多生粉去打过蜆 然后我们希望是用那些配料去本身的味 就做到一个挂汁的效果 巧妙原来在糖身上 我们都试过下砂糖和冰糖 发觉砂糖一直下就只有甜味 但是冰糖其实它就可以 将那个酱汁变得更加浓 而且会挂到那些食物那里 要煮熔冰糖 让砂糖花时间 不是每间食事都肯花这些时间和心思 正正因为这小小巧思 古老汁均匀包着每件素鸡 吃到酸甜不霸道 也不会吃到整口生粉浆 所用的鸡肉 是有机无激素清圆鸡 鸡肉紧致 但最好吃是上面的椒麻醬 不是很辣 但花椒味清香 越吃就越麻 好过瘾 也因为这样 发现了它们的椒麻醬原来可以独立 除了配鸡肉之外 用来拌面都超正 我想得到的醬料 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我自己会用 这款可以说是加强版XO醬 用了圆粒圆背 本地虾干 丁香鱼等等 用来送饭 半豆腐都鲜香野味 这款称得上是天然味粉 用瑶柱 冬菇 大地鱼等磨成 怎会不鲜 Angela 亦和好到底合作 由好到底老板逐一试味 最后决定干油面 和葱油酱最夹 葱油用了红葱头 京葱 日本万能葱练成 加两三更在面上 整间房都是葱油香味 煮菜好、做帐好 Angela 样样有要求 试问天下间 有多少个专业厨师 会乐意遵从 因为我自己之前开过餐厅 当时是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 但就发觉 其实我会很容易 被一个厨师牵着鼻子走 如果我请了一个厨师 可能他本身已经有固定的 一些煮食的概念 很难把我自己想做的品牌的概念 是100%的呈现出来的 我很幸好请到两位同事 他们的强项就是做这些 一个对煮食很有经验 但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另外那位就是 他本身有一对考手 他倒的酱料 渣和油的比例 是一样的 煮食方面有好帮手作震 Angela可以分心兼顾其他工作 包括网站营运 包装 交收等 事事亲力亲为 是 这里五件 这里八 我从没有一间工厂 连个饮食牌照 都是我自己去拿 每天回家都穿乞衣 全身濕透了 是汗味 我其实很欲赤的 但我不管他 他爸爸也有微言 就说 买些帐有什么钱 我说你相信他 佛陀说过一个故事 好像那个鼓 敲他 越敲就越响 让他不断地去烤 好像烤鸡 都决定了我想试一个新东西 其实新东西就会包括一些辛苦的东西 如果辛苦之后 你觉得有回报 就会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人生可以有不同的路径 我希望人生下半场 在另一条跑道都可以继续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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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